在大城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想由衷的问一句啊 从今年开始到现在 你们的房租涨了吗 涨了几次 涨得很吗 大家好 这里是区之道 我知道现在网上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租房攻略 不是教你怎么和房东斗智斗勇 就是怎么教你跟中介而语我诈 你现在在大街上随便抓个人过来 问他租房有什么诀窃 他指定能跟你砍半天 比如啊 不能在房东面前穿一身名牌 也不要在中介面前暴露自己是哪个大厂的员工 不然你就等着挨宰吧 再比如跟中介看房的时候 一定得准备两部手机 一部呢是用来假装自己是房东 要出租某某小区域什么样的房子 以此来打探中介的价格底线 另一部呢 就是在打探到中介的底价之后呢 用来跟他们联系 让他们带你去看房子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还有签合同的时候啊 要看仔细 别被二房东套路了 更有一些生活经验 就是你的租房预算呢 最好不要超过月薪的30% 比如工资到手8000 那租房成本啊 差不多就是2400左右 相对来说会比较合理 这些好像都已经是 人尽皆知的租房小瞄招了吧 你说咱们精打细算 分享着各种避坑指南 省钱攻略和租房秘籍 但实际上呢 只要房东决定给你涨一点点房租 从那一刻起 不管你看过再多的攻略 那都不好使了 啥也不是 今年上半年啊 上海的房租各种涨 部分区域的租金甚至涨了20% 为啥涨成这样的呢 咱看看数据啊 这不就是供需失衡了吗 你说今年全国毕业生910万 其中80万都来了上海 但整个二十季度 上海市面上的出租房 一共才11万套 我擦 原来推高房租的小丑 竟然是我们自己 所以啊 面对这么多刚出栏 不对 是刚毕业的小肥养儿们 房东们有啥理由不涨房租呢 我有一朋友 他是个东北人 叫长海 在过去的十年里 他一直以租客的身份 在魔独生活 2010年 长海进入到房地产行业工作 到今天 他已经从一名租客 变成了一名房东了 挺励志一人 而且比起那些 在毕业季趁火打劫的房东 长海看上去 应该是比较有良心的 今年呢 长海头一次 把他在魔独买的第一套房子 挂了出去了 你们才怎么着 房子刚挂出去 第二天就乌泱泱来了七拨房客 长海你没见过这架势啊 咋的了这是啊 你说他也就是比隔壁便宜了百来块钱 这么受欢迎吗 不愧是魔独啊 这么魔幻的景象 长海还真就是头一次见 于是长海只好给这拨房客 安排这场面试 对 你没听错 房客集体面试 没办法 因为房子实在是太火了 那身为房东的长海 又是咋面试的呢 长海偷偷告诉我 作为房东 租客在他这儿 也是有一个评分体系的 只有分支达到了70分以上 他才会考虑 让不让你搬进来住 在他眼里 如果你单身 那很好 加10分 不办居住证呢 好 加10分 不养宠物的 加20分 经常出差的 加20分 直接千亿年以上常租的 加20分 最后 租客如果从事的是银行啊 投资证券类的工作 他们就会成为房东们 眼里最受欢迎的 所谓高净值人群 你要是符合这标准 再加20分 这几项加起来 总分就是100了 我养猫养狗 还拖家带口 但我又很想租这个房子 咋办呢 很简单呢 你每个月多套500块钱就行了 相信我 就算在房东眼里 你只值20分 但看在这500块钱的份上 都会说 我看人很准的 跟那些人比起来 你最面善 从面线上看 你就很有福气 所以你应该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你身上有笔嘛 不然咱们现在就把合同签了吧 长海说 身为房东 不只是他 他身边的很多房东朋友们 都是这样的 当然 也有那么几个房东 无欲无求 不太计较这些 在他们圈子里啊 属于活菩萨 数量呢 是极其稀少的 可以说是宾为物种了 所以反过来想 这些房东们比较反感的租客 就是天天喊着要办居住证呢 如果不是把房子 委托给自如这样的机构 没几个房东会主动愿意 帮租客跑去办这个证呢 为啥 麻烦呗 是个人都嫌麻烦 更何况是房东呢 如果有愿意 主动帮你办证的房东 请一定要珍惜啊 那什么样的租客 能让房东省心呢 当然就是一签合同 就签了个三五年的人了 房东不用再费那个劲 去找别人接盘了 确实 我要是房东啊 遇上这样的租客 如果他是个爱干净的人 我恨不得巴巴在他小脸上亲两口 其实房东最不喜欢的 就是成双成对 或者一家三口 尤其是带小宝宝的 为啥 因为这样的家庭啊 大概率会天天做饭 那你做饭了 不就霍霍我们家厨房了吧 我不得劲 还有那些带猫带狗的 掉毛不说 都挠一下西啃一下的 那我就更不得劲了 都给我除去吧 那我话都说这份上了 你现在知道 自己要以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形象 出现在房东面前了吧 那如果你面对的不是房东 而是中介呢 都知道跟中介租房 你得会挑时候 那啥时候合适呢 答案就是 每个月的最后一周 因为这个点啊 是中介们冲业绩的时候 可能有人就差你这么一单 他就能完成指标了 或者有人指标已经完成了 就想再多成交你这么一单 他佣金就能翻倍啊 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啊 一般来说 他们会把手里的硬货 全都推给你 中介其实对客户啊 也有一套评价体系 你要是在某月的 最后一个礼拜去看房 然后跟中介说 只要价格合适 我今天就能定 然后啪就把银行卡 拍他脸上 那你绝对就是他的A家客户 优质 有啥要求 都尽量满足你 甚至是你的中金费 那都好商量 如果你转来转去 人家都带你看了好几趟了 你也没个准话 那你也就是一币类客户 一般 那就再看看吧 你要是跟他说 你上套房 还有半年到期呢 就想提前出来看看 那你可能连个币都算不上 没戏 瞎一巴折腾 还有啊 跟中介打交道的时候啊 嘴巴甜一点 我也不是让你去 去当什么舔狗啊吹彩虹屁 你就告诉他 我这边还有几个同学啊 朋友 以后他们还得租房呢 我觉得你挺靠谱的 到时候啊 我把他们都介绍给你 中介这么一听 那不说三连吧 但他一定会特地 给你点个关注啊 随时留意你的动向 很多人都想租便宜的房子 首先你对便宜啊 得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啥是便宜 不是价格一味的低叫便宜 便宜是相对的 你在周边均价5000的地段 用4000块钱租到了一套房子 那叫便宜 或者呢 这房子比别人家多了一个冰箱 多套桌椅 楼下多个健身房 或者水果店 周边有很多隐藏的便利条件 也有更多的权益和保障 那也叫便宜 总之呢 便宜不是绝对的 一定要学会自己把握 从行情来看啊 12月底到春节期间 那都是租房的淡季 咱们还是以人口流动性巨大的上海为例 每年这时候 都会有不少人离开这儿 而且年底的魔都呢 天气状况一般都不太好 这对于一些房子的展示效果 肯定也会打点折扣 这个时候去租房 你可以就着这个点猛攻 拽着中间说 你这房子挺暗的 再给我便宜点吧 还有一个 如果要租房 那边让你压一负三 但你最近呢 手头有点紧 咋办呢 我劝你 千万别去搞那种什么不靠谱的贷款 你可以这么说 比如现在是9月 你说 我10月1号再搬进去 你可以算我是9月1号搬进来 9月的租金呢 我给你付了 你就当是押金了 我没住 你也不亏 这波呢 我就给你付三个月房租 以后咱就正常操作 你看怎么样 这招呢 对于手头上不是那么宽一顿人来说 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看到这儿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明白了些门荡 现在能看懂房东和中介心里的小九九了 只要汇立人设 能抓住他们的同理心 倒逼他们跟你换位思考 你就能获得他们的尊重 然后大家互相理解 以后你租房也会越来越得心应手 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吗 我不得不说啊 有些事情 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还记得我的朋友长海吗 他最后把他的房子租给了一个在金融圈工作的小伙子 还真不是因为这人给他多交了五百块钱 而是因为这小伙子单身 不养宠物 从不做饭 偶尔出差 还特爱干净 长海收房的时候还想着 我要不拿点工具去收收卫生吧 可是打开门的一瞬间呢 他就傻眼了 房子里面干净的像没住过人一样 这小伙子跟长海签的可是一年的合同 但人家只住了九个月 就搬走了 搬走前呢 还提前跟长海打招呼 让他早点准备 好安排下一个组客 更不可思议的是啊 他还主动让长海扣掉他一个月的押金 因为当时他俩签了合同 小伙子只要没住满一年 长海都有扣掉他一个月押金的权利 但当时他要是没提议 长海压根就没想起来这茬 所以呢 长海很惊讶 心情呢 也很复杂 他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 而不是活在现实 这小伙子长得斯斯文文 性格也很好 谈吐举止啥的呢 都很得体 最重要的是他足够真诚 从住进来到现在 没拖过一次房租 也没添过任何麻烦 这种人应该是所有房东 那都梦寐以求的呀 长海既感动又感慨 他这辈子到现在 是没见过这样的组客 今后估计也碰不到这么好的人了 怀着感恩的心情 内心被触动的长海 含着热泪 扣了他一个月的押金 我问长海 你这涂啥呢 长海回答我 我当然涂钱呢 看见没 什么是现实 这他妈就是现实 因为在现实里 没有那么多后面思考 什么同理心 那都是放屁 不管你到底是不是高分租客 房东绝对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机会 在这场博弈里 谈幻为思考 那纯属是一响天开 长海说 有的房客费尽口舌跟他讲价 不过就是为了省个三五百块钱 其实这点钱对他来说 也不是个大数 他也吃不了什么大亏 我就很好奇 那你不吃亏 为什么这么倔呢 他的说法是 只要跟我讲价 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这句话的具体意思应该是 讲价 你凭什么跟我讲价 我为什么要跟钱过不去 我这个解释是不是比较恰当 所以长孩也会咬出 他的报价不从口 最多给人少个百来块钱 那就不错了 至于你还想要更多的 抱歉 想都别想 所以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跟某些房东讲价 有时候想抹个零头 都那么难了吗 因为他们不会管你 心里舒不舒服 他们只会在意 自己心里舒不舒服 这个过程里 没有换位思考 没有同理心 更不会有什么惺惺相惜 你爱租不租 不租滚蛋 这才是在大城市里租房 最真实的写照 为什么网上会有这么多 铺天盖地的租房攻略 那都是为了让租客 在这场斗争中 能稍微舒服一点 当然 那种凭一己之力 就把人房东家里 弄成二战战场的人除外 他们也不是什么好鸟 如果说房东和租客之间的交锋 是一场博弈 我倒希望它是一场 双方都需要带点真诚的博弈 少一点套路 少一点揣测 少一点伎俩 少一点恶意 可现实中的绝大部分情况 就是这么打脸 就是这么残酷 几乎没有任何真诚可言 现在跟长海聊天 他还是会提到那位 让他印象深刻的高质量租客 他觉得人家很懂事 也很有礼貌 是个非常合格的租客 但跟摆在眼前 明晃晃的一个月的押金相比 他再好 有啥用呢 长海 你算是活明白了 你就活吧 谁能活得过你 本期视频就到这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评论 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